送上一句祝福 台北市議員王世傑悶了好久 終於還給他一個公道 雖然政前換將 不過對宣親他更有信心 錯了就改永遠不嫌晚 王世堅肯定黨中央的決定 他也禁告對手 國民黨別高興的太早 我一直對我們民進黨有信心 就是說在我們把鞋子穿對角之後 在我們調整好人選之後 我們在今年年底的選舉 一樣我們會給國民黨一個機會輸 黨中央挺肩便換肩 不過綠營王軍可吞不下這口氣 直接灌爆黨內另一隻烏鴉 在兩人的合照之下 痛批指揮成民進黨後退 小智被你們害死了 開心了吧 王世堅依然不為所動 我們都是大人啦 我們黨中央 大家都是君子 那我們這些君子 不會跟那些小人小渣渣 去計較 因為社會上永遠 這沒辦法嘛 任何的社會 教育再怎麼成功 也都會有那些小渣渣 攻擊我王世堅的 霸凌高家瑜的羞辱 我們這一次曾經提出過批評的人 那他們這些人 我想從今以後 他們就閃到邊邊去吧 民進黨換肩成真 但對王世堅高家瑜 這兩隻黨內烏鴉來說 不團結的後座力恐怕會越來越大 華語新聞宋君吳海漢宋芷妮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便出發 會爆發 請訂閱按讚 費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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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